我们急需F-16在乌克兰喊了半年之后 它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美国媒体17日报道称 美国已承诺在乌飞行员完成训练后 立即批准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报道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已经承诺在乌克兰飞行员完成训练后 将立即批准向乌提供F-16战斗机 报道称 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计划最初预计将于本月开始 但现在尚不清楚何时开始或预计需要多长时间 该计划是确保乌克兰在其飞行员完成训练的那一刻 拥有这种它一直寻求的战斗机 丹麦和荷兰已率先准备一项计划 在F-16战斗机上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而美国仍在与其他国家合作 看看谁可能向乌克兰空军提供F-16 CNN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致函丹麦和荷兰的同时 向他们保证F-16战机的转让 将得到拜登政府的权利支持 并在飞行员的训练完成后迅速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18日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对媒体说 待训练完成后 美国准备与国会协商 批准第三方向乌克兰移交F-16飞机 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改飞F-16的工作 由丹麦和荷兰负责 沙利文表示 包括教官互动在内 美国也完全融入到这一进程当中 美国的这一态度与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早在5月就曾表示 同意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 但五角大楼当时明确表示 由于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的正式请求 仍在审查中 在美方正式批准之前 相关培训还无法展开 美国政治网站称 7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由丹麦和荷兰领衔的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 正式同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F-16战机 然而五角大楼发言人加伦·加恩表示 尽管拜登已承诺为该项目开绿灯 但正式请求仍在审查中 在美国国务院签署移交F-16战机使用说明书 飞行模拟器和其他相关材料的请求之前 相关培训还无法正式展开 美国的欧洲盟友当时抱怨说 F-16涉及美国的敏感技术 必须得到美国批准才能向第三方转让 然而美国官员并没有表现出紧迫感 荷兰外交部长沃普克·霍克斯特拉17日表示 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欢迎华盛顿决定为向乌克兰派遣 F-16战斗机铺平道路 在他社交媒体上写道 非常感谢布林肯的良好和迅速的合作 丹麦国防部18日表示 乌克兰飞行员将于8日晚些时候 开始在丹麦训练F-16战斗机 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将参与培训 虽然美国开了绿灯 但乌克兰真正得到F-16的时间仍然未可知 乌克兰方面表示 预计要到明年某个时候才能收到F-16 一周前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最初的6名乌克兰飞行员 预计不会在明年夏天完成F-16战斗机的训练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在明年的空战中 仍然保持优势 英国卫报18日报道称 乌克兰飞行员的训练计划一再推迟 美国一直没有正式批准是阻碍因素之一 乌克兰听天由命地看到 他们的飞行员训练计划被拖延了很长时间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7日表示 很明显 我们无法在今年秋冬用F-16战斗机保卫乌克兰 有分析认为 美国此前态度消极 很可能是担心乌克兰战场局势 不利于F-16发挥战力 俄罗斯拥有一支庞大而现代化的空军 其中苏-35是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最先进 能力最强的第四代战斗机 它在速度航程有效载荷和灵活性方面都优于F-16 如果在对抗F-16处于下风 可能影响美国武器的形象 进而影响美国的军火生意 但现在美国过不了这么多了 17日路透社说乌克兰开启争兵活动 呼吁士林公民克服恐惧赢得战争 与此同时 泽连斯基签署法令 将全国总动员和戒令期欠延长至11月15日 乌克兰的这些行动一方面表明 它在为更持久的俄乌冲突做准备 另一方面也表明日前的战事并不顺利 在西方越来越过的评估认为 乌克兰的反攻没有成功 华盛顿邮报称 美国情报界认为 由于俄军在前线埋射了大量地雷 挖掘修筑了大批防御攻势 乌克兰的反攻无法到达梅利托布尔 更无法到达亚索海沿岸 切断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路桥 当美情报界向一些国会议员们 通报了他们的评估后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在闭门会上开始相互指责 一些共和党人不愿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而其他的共和党人和鹰派民主党人 则指责拜登政府 没有尽快向乌克兰运送更强大的武器 向对乌提供F16战机开绿灯 可能就是在这种争吵后的一种变化 但这种武器显然也不太可能改变战争 已经陷入持久战的事实 反倒是它是否会带来冲突的扩大化 更受人关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前曾表示 美国及其北约扑松国 向乌提供F16 制造了与俄罗斯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 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拉夫罗夫表示 基辅又有能够携带核武器的F16战斗机 将被俄罗斯视为西方在核领域的威胁 接下来